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些不同坊间的视频和文章 我们都看到似乎2024年 我们香港人所看的 因为通关之后 好像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理论上应该是2023年之后的一年 2024年应该大家都努力拼经济 但不是的 好像在这个年份的依仗 一些可能是八字 又或者天罕地支 好像是一样的 好了 2024年是一样的 不如我们看远一点吧 2025年 不是的 又说赤马鸢羊劫开始 两年也是的 原来未来三年的依仗 都不是太吉利的时候 师傅我想问一下 坊间经常都说 会不会有些战争 陆陆陆陆会爆发呢 因为最近我们 陆景10月23日 较早前就说 这个尾巴冲突 是升级版 已经不是冲突 那么简单 叫做战争 我想问一下 在师傅你的角度来说 既然我们面对三年 好像未来 都有一个 不是太好的异象的时候 其实 那个 不好的情况 会是反映到 去什么程度 和我们理论上 应该如何 去自我补救 或者自我调整 师傅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现在那个世界局势 似乎越来越糟高 首先有俄乌战争 现在就尾巴战争 那俄乌战争都未曾摆平得到 怎样修科都未知 尾巴又战争了 尾巴战争 虽然是局部战争 不过牽一发动全身 牽动回教国家 和西方国家的争拗 那这两场战争 会不会导致世界大战呢 有些人都担心 但依我个人来说 是还未去到这个阶段的 如果是世界大战 全人类都受影响 一定有个天象在里的 这么重大的事情 一定有天象 古代自古以来 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是有特别的天象产生的 现在的事情呢 还未觉得有天象 重大的天象 古时的人呢 看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就是夜观星象 要看那颗战争的痴油星 天上银河那里 看过去 有一个星座 是代表痴油星 那个痴油呢 是战争星来的 他一明亮呢 就世界大战的了 现时来说呢 应该不多 见到那颗痴油星的 但是事实上 似乎越来越糟糕 又跟着有台海战争呢 如果这里有战争 那里战争会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未到这个程度的 2月4、2、5年呢 2月6年呢 2月7年呢 都未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呢 那个痴油星呢 是未出现的 如果痴油星 痴油星在这2、3年内出现呢 现在都要见到他 若隱若燕的了 若隱若燕 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 就战争迫在眉睫的了 那现在都见不到 应该没那么快的 那局部战争呢 是会慢慢慢慢 摆平的 和乌战争呢 他应该有一天会摆平的 这样打到双方根皮力尽了 就会进行和谈 这样大家找个藉口 落台 那就可以收拾的了 以巴战争呢 因为呢 一向都是造成不公 因为以色列长期 来占据巴勒斯坦 巴人的土地 每日一个国家的人民 肯愿意长期自己的国土 被人占领的 这个就是以巴 长期真拗的起因来的 就应该要摒除了那个宗教 那个旗见 因为那个宗教意识 那个旗见 导致双方水火不用 如果能够各自放下 以和为贵 就是看怕都可以摆平的 回复回大家 你有你生活 我有我忙碌 那就是世界和平的了 其实呢 是有这么久的和平 和平了很多年时间了 又会爆发一下战争的 战争呢 过后呢 又会和平 物极必反的原理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经过有几十年的和平了 少量的局部战争 不会影响全人类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是人类复亡的时候来的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已经死了几千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死了更多 过亿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绝全人类要死亡的 那人类是不是 已经去到这个阶段呢 那以我所看 还未到这个阶段 因为呢 如果全人类要死亡 那我们香港人 都不会幸免的 那现在我看我们香港 都还未去到这个阶段 都还有未来呢 我们中国也都有未来 所以还未去到灭亡死亡的阶段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 全人类都要死亡的嘛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死的嘛 因为呢 那些核弹呢 那里 美国和俄罗斯 它们加上有几万个核弹 足以将全人类杀死二十次的 来围杀死二十次都可以的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 它就任意这样放出来 那就算不即时被那些核弹杀死 那些核弹的复射啊 令到没办法有农作物 农作物没得收成 饿都饿死啦 那些水源又不饮得 又污染了又死啦 那些空气又污染了又会死啦 人类一定灭亡的 除了核弹之外 那些化学武器呢 原来化学武器 杀人比核弹更多的 可以洩露了那些化学武器呢 也足以杀死几十倍的人口的 一施放出来 我们人类无处走避的 那我们欠缺了食水 又欠缺了粮食生产 又是迟早死的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灭亡的日子 那如果地球人类 遭这些薑灭亡 天象一定有的 天象最容易看到是什么呢 如果懂天象看的 就是看那个星象 如果不懂看天象 看那些星象的呢 留意下那些动物 因为动物呢 很有第六感的 如果有重大的灾祸 动物会有些动静很异常的 如果全部那些动物 全世界各地 这些雀鳥啊 马匹啊 牛隻啊 青蛙啊 老鼠啊 有异常 那边呢 又是有这些异常 全世界有呢 就是世界每日了 如果局部那些动物有异常呢 就是那个区有灾祸 就是有火山爆发啊 有地震啊 那些动物会愚知的 我们人类没有这个愚知能力 动物就会有的 如果遇到世界每日 这些这么大的灾祸呢 是全球所有动物它都知道的 那时候就迫在未知了 嗯 OK 所以有时大家不用担心了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看回自己的 个人的运程 才是最贴身的一件事情 对吧 有时那个大势 可能终归都有影响 还有我相信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师傅 其实香港 无论如何 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 是一个平静的地方 是吧 是啊 人人都说香港是福地 因为香港地势 人多 又没有资源 但是达到世界范名级 那个级数 凭什么呢 当然是凭香港人的努力打拼 再凭香港的人财汇聚 香港最大的财富 就是人力 那些人力 是人的才智 不是人口多就一定繁荣的 是人口里面的人的财富 是比人高 所以香港经过很多风浪 都可以平安过渡的 当然香港是外向型的社会 世界各地如果不稳 经济不安 是一定影响香港的 香港是有一定的资源 那个储备 抵受到那个冲击 难船三斤钉嘛 除非世界经济长期低迷 这种长期低迷一二十年呢 那香港就当然没有运行的了 香港就靠外面向外的了 如果世界经济能够安稳 最多两三年衰退 接着就复苏 香港就很快就被人首先复苏了 所以香港始终都是福地来的 嗯 OK 当然也希望大家的生活 可以向好 运程有所改变 因为疫情三年 对大家 我相信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或者大家的生活习惯 也已经有所改变 如果可能在运程批算上 风水布局的调整上面 大家想找一个专业的师傅 去真真正正给一个专业的意见 不妨可有影片资讯难 找到梁善恒师傅的联络方法 真正详细请教下他 下一集我又跟师傅讲下 其他一些专业风水上的话题 拜拜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感谢观看